高雄酒店的門口 清晨的時候 酒客散場在吵架 警方到現場反而被酒客打 因為酒客就想說 遠景人比較少嘛 所以他們持續的想要出手毆打 警方只好拿出了辣椒水 還有電擊槍來制服全場 這真的是公親便釋主了 趕到酒店前處理酒客衝突的遠景 竟然成了酒客攻擊的對象 被酒客突襲的遠景 看得場面混亂難以控制 立即呼叫支援 同時噴灑辣椒水 想在攻擊遠景的民眾 被噴了辣椒水倒地 支援的警力也來了 但是現場還是相當的混亂 遠景為了控制場面 拿出電擊槍威嚇 還在鬧事的人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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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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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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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拿礦泉水讓你沖眼睛 你等一下 誰要誰要 來 我先讓你沖眼睛 來 等一下喔 等一下 原本借酒壯膽 藥武揚威的酒客在支援警力 到場控制場面之後 個個像鬥敗的攻擊一樣 這時酒也醒了一半 這是高雄市復興二路上 一家酒店門口發生的事 酒客散場發生口角爭執 遠景到場之後遭到35歲的消息 男子徒手攻擊推擠遠景 其他的酒客也跟著起哄鬧事 警方呼叫支援 增援了警力到場之後 警方當場逮捕到四個人 以妨害公務罪嫌送辦 東森新聞的高雄綜合報導 現在賣黃金絕對不吃虧 因為現在迎來了 史無前例的大多頭行情 銀樓排價衝破萬元之後 今天雖然小小回檔 但是銀樓鎮的好多人 都來賣金式 那麼有民眾買三兩斤 銀樓鎮放了三年 現在賣掉就直接現賺15萬 轉開火槍猛烈大火 把金燦燦的黃金飾品燒得通紅 黃金起貨自今年一月以來 已經大漲近20% 台灣銀樓排價也史無前例破萬 不少人搶在這波糕點獲利了結 團金族真的嗨翻了 最近金價不斷創新高 向我身上這條三兩的金項鏈 就是客人在三年前 五千多的時候購入 就已經賺了15萬 玻璃櫥窗內擺滿數十樣黃金手勢 但這波大多頭下賣的 可比買的還要多 這間經營將近70年的 銀樓業者也透露 近期拋金朝湧現 每天都有人來賣黃金 賺進大把鈔票 每天都會有二到三組人 那包含今天早上都還有兩組客人來賣 所以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應該是蠻多的 手上戴著金光閃閃的黃金 31歲的林小姐 這兩年多來不斷小額買進金市 帶票量兼投資 沒想到現在持有大約五兩的金市 價值已經翻了三成 如果沒有要賣的話 單純來看的話 就是看它上漲就是會很開心 我現在算下應該是 差不多兩到三萬左右 看好黃金還會漲 不賣的人也很多 畢竟美國大選不確定因素高 加上市場預估九月應該會降息 業者也說黃金每錢破萬後 還有機會更高 其實可以把它之前的手勢 這些舊金換成金條金塊 去做保存 等到想要的價格的時候 再做保存 也就是說金條交易的時候 不會有耗損 加上沒有工錢限制 把舊有的黃金變成新金 也許有機會再賺一波黃金財 東三財英新聞 黃福祥王一平台北報導 這幾天每天都是37 8度 實在是熱到快要受不了了 熱到什麼程度呢 這一次有人是在工地裡面工作 這個女生說 她就頂著高溫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腳底一陣發燙 沒有想到鞋子竟然破洞了 她說鞋子一脫 她的腳底還因此被燒出了黑黑的一圈 難道連鞋子都會熱到融化了嗎 但是同行說不太可能吧 因為一般工地他們所穿的是鋼頭鞋 鋼頭鞋呢是防砸防刺又耐磨的 不太可能會熱到破掉 很有可能這個女生穿的 是在廚房那一種防滑的塑膠鞋 鞋子一次因為承受不住地面高溫 鞋底直接破了個大洞 更誇張的是就連腳底 也間接燒出一圈焦黑 讓當事人忍不住大汗 真的太熱了 工人手臂塞到歐麻麻 正式炎熱七月 一名在工地工作的女生PO文 頂著高溫工作到一半時 腳底一陣發燙 但當時手臂工作還沒結束 護理會繼續忙 直到休息時才發現鞋底融化了 鞋子一脫 腳底更被燒出黑一圈 有可能是他人家踩完之後 有一個小小的撩的 鋼筋還是熱的 他踩到然後破掉 燙到了 他腳拿起來 後退的時候去踩到 尖的東西 同行研判應該是工地 剛心高溫切斷 采魚的熱度不小心踩到 接著反射動作抬起腳 又碰到尖銳物 鞋底才會破洞 造成腳也受傷 有些師傅真的是說 實在太熱了 然後他們會想要穿布鞋 有時候是穿那種塑膠鞋 就可能在餐廳會看到 那些廚師在穿的那種塑膠鞋 那個看起來比較像是那種鞋 對對對 在工地多年進一部分析 這位工作人員 應該也不是穿著合乎規定的厚底工作鞋 而是穿薄底塑膠鞋 一般工地都要求穿俗稱的鋼頭鞋 防砸防刺耐磨 加上厚底比起塑膠鞋不容易破 塑膠鞋通常是適合廚房防滑 一度燙三是紅 二度燙三是水泡 都是這種這種樣子啊 比副科醫師則認為沒有紅腫沒有水泡 應該只能說是燻黑 不管是不是天熱害鞋子融化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大熱天 還會持續到星期六 接向主持續發高溫特報 幾乎全台都有上看36度 極端高溫機會 新北屏東更上看38度 定著高溫工作切記做好防曬 東新聞張誠神思豪在台北採訪報道 當然騎單車不想遇到機車 很多人都想說 那當然是騎上騎樓最清閒樓 但是這當然是違規的 而且U-Bike也推出了 這個違規的新制度 上路不到一個月 目前祭典了256件 最多的就是騎上騎樓 其實不只是騎乘騎樓 跟人行道要被祭典 包括了床紅燈逆向 雙载 甚至為禮讓行人 還有你在騎U-Bike的時候使用手機 通通都要被祭典 我們今天到街頭走一招 還真的到處都有 這個U-Bike的騎士在違規 甚至差一點就會撞到路人 不過今天交通局也特別說了 你只要一年之內被祭典 達到了7次的話 你會被處罰 一整年都不能租U-Bike U-Bike新制已經上路 只要你像這樣違規騎在騎樓 或是人行道上就有可能會被祭典 如果祭典高達7次 還會被官方停權一年時間 就差那麼一點點 U-Bike騎士就會撞上行人 這種人車真道的危險狀況 似乎越來越常見 走上台北街頭 每隔幾分鐘就能看到 有騎士把U-Bike騎上騎樓 或是沒有劃設自行車道的人行道 而騎士本人似乎也不知道 自己已經違規 因為他們亂騎 或是他們貪圖就是 因為我沒有車牌 然後也不會有人去檢舉我 他們想要求一個快速或方便 然後導致可能像路上騎車 還怎麼樣比較危險 北市U-Bike每天租借次數 高達16.8萬次 但是頻頻傳出車禍事故 再加上有民眾陳情 如今北北桃從7月開始祭出規定 只要你租借U-Bike騎在騎樓 人行道或是闖紅燈逆向雙载 以及為禮讓行人 邊騎邊滑手機等行為 被交通助理員抓到 那一次就是1點 累計3點停權14天 累計7點將停權1年 而且是全台站點都不能租車 倘若更嚴重的酒駕或獨駕 一次就是停權2年 我覺得蠻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它可以再做多一點路 一定要騎騎樓裡面的話 有時候會下來錢 但不一定完全都會這樣做 這項規定才實施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台北市交通局就已經祭點256次 其中違規騎上騎樓 占最大中高達98% 違規這點主要以 捷運中校復興站 中校敦化站 或者是我們捷運古亭站等 北北桃交通局只負責U-Bike 違規祭點 是否罰款需交由警方處理 官方則是用停權提醒民眾 一旦遇上騎樓 就是得乖乖下車慢慢牽 東森新聞 中家豪 周佩宇 台北報導 屏東監禮站 今天看到了這一台車 大家都嚇了一跳 你想說這白色的賓士怎麼了嗎 它不是白色的 它是黑色的 你看起來像是白色是因為 它全部都是用白色膠帶 把它貼得滿滿的 仔細看就會發現 它貼得不是很好 不但到處都是漏洞 甚至LOGO的地方 因為它沒有辦法貼 所以就露出了一大塊黑色的車身 這當然驗車是驗不過的 不過奇怪的是 這個車主就是要改顏色 他也不是把車子拿去烤漆 而是今天他自己用白色的油漆 把整台車子全部塗上了白漆 這一次還真的終於驗過關了 不過也令人好奇 你不用烤漆的方式 用這麼醜的油漆 就是要把它弄成白色 到底是為哪裝 今天你在這件事畫面 看到這輛來檢驗的車輛 車身看來怪怪的 原來車身上不是油漆 而是被車主貼滿了白色的膠帶 但是這膠帶沒有辦法 隨著車身的形狀服貼 不少地方出現長條的皺痕 而且有的地方沒有貼滿 露出原本黑色的車漆 讓看到的民眾覺得好奇怪 就拿膠帶貼整車 只是沒有貼得很完整 本來是黑色的車是不是 我當下看應該是 原本是黑色的車 不講是要白色 有開賓室了 應該是可以換台車 沒想到會這樣子 對 烤個貼也可以 用那個膠帶貼會不會很離譜 很離譜 一來也不美觀 二來這樣子的話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用貼的去做變造 去變成 因為驗完之後就把它撕掉了 對 所以你就會不會跟原本 是一模一樣就不知道了 監令出人員 雖然查驗車身和引擎號碼 沒有問題 車主也說是有宗教上的理由 才會用貼膠帶的方式更改車色 但是這樣實在是過不了關 而車主無法過關之後 隔天則是把整輛車 重新塗上了白漆 再來驗車 驗好的 改好的 今天早上又來 它有改好的在 整台車全部重新噴漆嗎 它應該是自己刷油漆 刷油漆 這麼趕勿 如果是烤漆不會這麼醜 對 而屏東監理站裡遇到其他驗車的情況 還不少 還有人對著自己的愛車念念有詞 監理人員表示 這名女性每年都會來驗車 因為有自己堅持的宗教信仰 在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尊重她的信仰 完成了驗車 東森新聞 瑜伽雄在屏東報導 好了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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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